下面我们一起来读经 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 请大家听我们一起 你要写信给世美达教会的使者说 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你的坏爱你的贫穷 也知道他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坏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而是犹难于会的人 你将到受土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困难时日 你要自始终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观念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点儿就应当听得胜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害 感谢神的话 非常感谢主 我们今天也有周保文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 请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周牧师 周牧师是三班市国语寄信会主任牧师 已经服侍了多年 石关区非常受人尊敬的有资深的牧者 下面把时间交给周牧师 下面把时间交给周牧师 各位平安 感谢神能够有机会到你们回教会 来分享神的话语 内心感到非常高兴 自己也觉得不配 但是神托过我们 以祂的话语来分享 我想我们也没有 这个 愿意接受的这种情形 那今天刚刚的主席 吴弟兄跟我们读到的 就是吴书路第二章八到第十一节 那这一段简短的圣经呢 我把它列成一个重点 就是记载在第十节 致死忠心 我们知道 忠心这两个致 一般来讲呢 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在座很多年长的 应该是非常了解 就是 我们要认主耶稣是主长 要尊祂的名为大 我们是祂的福人 所以在生活上 每一个细节 我们单单的要依靠祂 顺从祂 并且跟从祂 即使我们面对危险 或者说面对死亡的威胁 人要持守 对主的信仰 坚定不移 忠心致死 我们刚刚读到 圣子拿教会 是在启示论的七个教会当中 蒙神特别奖赏 夸赞的一个教会 而这个教会的所有的圣徒 是主所喜爱的 因为他们经过患难 不埋怨神 他们明白一个基督徒 必须要经过苦难 在黑暗无光的日子里面 默默的承受 相信主便能够拯救 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 并带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 这我们想到忠心之后 有这样一个美景 我开始就是来分享 第一 世美拿教会是经历试验 刚刚读过了经文 我想我再把这几节的经文 重新读一次 你要写信给世美拿教会的使徒说 那首先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你们患难 你们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那称为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接你 叫你们被试验 你们必受患难 十日 你勿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的苦害 所以我们晓得圣灵教会的基督徒 差不多是第一世纪的时候 我相信主耶稣已经受死复活生天之后的一段时日 在那个时候圣灵南教会的政治辈底 我们都知道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 所以罗马帝国当时对于基督徒来讲 是非常非常憎恨的 原因在什么缘故呢 因为罗马人是把皇帝当成神来敬拜 但是我们基督徒在主耶稣这段十章里面提到 说什么呢 请问这个 放手我自己动 我自己动 首先是讲到 这个 当地的君民也是正对基督徒 为什么 因为基督徒不敬拜普相 随时可能被抓到街里的君 没有任何的错 也没有犯法 但是你不拜偶像 刚刚讲的偶像是什么呢 当时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偶像 就是皇帝 皇帝死后 被像叼了起来 放到一个皇帝的庙当中 所有的他们的子民 不管哪一个来的 都要去敬拜皇帝的像 如果不敬拜的话 就看会是犯罪 随时可以把你抓起来 随时要杀掉你 这是当时圣格拿教会 索取的 这个非常艰难 非常严厉的 这个情况当中 所以我们讲到 除了这以外呢 犹太人看基督徒是异端 对他们说毁谤的话 为什么犹太人看基督徒是异端 因为犹太人不信耶稣基督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异端 不能接受 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时时刻刻 用各种话语啊 来在民间 在犹太教的地中指挥之间 来毁谤基督徒 所以我们想到 这个当时的基督徒 所面对的 可以说是内外假功夫 外面是其他的人 还有罗马的军兵 里面呢就是所谓 本来是犹太人了 应该算蛮亲的 但是犹太教到现在为止 还不信耶稣 很多很多 我去过圣地犹中 去过以色列 他们以色列的地方 目前信耶稣的人 还是很少 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两个机构 Jewish for Jesus 就他们是要是犹太人 来传递耶稣基督 但是究竟算是少数 你想这么多年 已经两千年左右了 今天犹太人还是很硬的心 何况当时在斯美拿教会的时候 在斯美拿的时代的时候 岂不是更不能够接受基督徒吗 所以我们知道 常常受到攻击 常常受到毁谤 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 那首先的 末后的 始料又复活的 那位主耶稣基督 他了解以赴所教会 所有弟兄姊妹 所遭遇的情况 他也明白 说毁谤话的 不是犹太人 他是什么 乃是撒但一会的人 虽然血液里面 犹太人 但是完全被撒但控制 所以不能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里讲到 他是属于撒但一会的人 是与撒但一会的人 是与撒但为母的 是听从撒但的 所以斯美拿教会的 所面对的 许许多多的苦难 但是很可爱的就是 神特别安慰他们 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的患难 将来有一天 谁要报答 等下我们就讲到 谁有非常美好的 奖赏和报答 我们想想 今天 普世的教会 所处的环境 那比起斯美达教会来讲 真的是没办法 特别我们在美国 目前还讲是一个 所谓的信仰自由的国家 我们晓得 当然 比起两百多年以前的光景来讲 美国已经显示 不能理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到德里斯里去传福音 拿到福音单张去传福音 在德里斯里有一个墨 有这个红地坡那一带 我就发单张 结果有安全人走过来说 Stop it! You don't do it! You cannot! I just spread the gospel No! Go ahead! Go! 叫我走 很看着恶劣 那个人 我并不是怕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安全人员 就算了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也慢慢地走向 敌对基督 这个光景 到底要在什么时候 才截止 或者更严重呢 我想没有人知道 只有神知道 所以当今天我们 在美国不同的地方 特别是加州 我们要为武士的教会来祷告 希望我们所面对的一些 这种外在的压力 还能够维持 感谢主 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总统最近华人议员 曾经有一个法歌通过了 就是要能够保守我们基督信仰 所有的基督教 还是拥有自由的权利去传福音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在谈政治 我们处在这个环境 我们知道我们目前的情况 第三方面 在那个时候 圣里拿的教会的基督徒 他们的生活极极困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被视为异类 被视为异端 因此在整个社会上来讲 好的工作没有他们的份 所以他们的收入都很低 当然生活很轻苦 但是我们感谢神呢 他们虽然轻苦 但是他们怎么样 他们从来没有抱怨 能够安平乐道 能够在弟兄子弟之间 活出彼此相爱的 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讲到 虽然他们的生活极极重苦 但是主最后安慰那句话 刚刚我们读到的 他说 我知道你们属灵的生活 属灵的生命是丰富的 虽然你们贫穷 但是民里面是丰富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敬爱主 他们听主的话语 他们愿意不断的追求 属灵的长进 因此神看了属灵的生命 是丰盛的 外在的物质 对我们基督徒讲 应当都不会太重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几十年就过去了 就拥有千万的财产 又怎么样了 所以主耶稣讲的就是 告诉我们一个原则 属灵的追求 属灵的生活才是最重要 这是从圣兰兰教会 我们今天也可以 来思想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 弟兄姊妹当中的生活 不是很富有的话 不要担心 也不要 所以觉得很不好 其实只要爱主 只要有一个心 来好好的 在教会服侍他 在弟兄姊妹之间 活出相爱的见证 神就祝福 神就祝福 整体来看 圣兰兰兰教会 是初代教会里面 谋出最大的压力 最大的苦难的一个教会 真的是很少看到 当时的教会有这么大的痛苦 我们也知道 有一个在圣兰兰教会 训道的记载 圣兰兰兰教会的主教 双兰兰兰兵为主殉道 这个故事 我看他的传誌以后 很受感动 啊处实怎么讲呢 就说 圣兰兰教会的双兰兰兰 其实他是 严兰兰兰教会的主教 在当时他们有主教 虽然不是天主教 他们也有主教 属于圣灵很丰盛于圣徒 但是他所处的环境是非常不好 所以当时城中常在一个禁忌赛 在以色列中突然有人大喊说 除去无声愣者 我们要去抓玻璃脚 因为玻璃脚是带头 在圣凉达教会他是主教 所以很多圣凉达教会都要听他的 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声音一出来以后 不久很多人到处去找他 最后抓到了 抓到以后这位主教 玻璃脚曾经 请你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要跟我们的主祷祷告 很奇妙的那是虎坏 尊重的 好吧你祷告一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以后 这个虎坏就说 我要带你走 虽然他并不想置这个主教 玻璃脚于死地 但是要把他压到城中走的一段路 就糊糊地劝他 你只要说一句话 说该撒是我的主 并且献金给该撒 就给活命 这个对你来讲有什么害处呢 这个不坏就劝他 但是玻璃脚却无动于衷 因他的心中 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他的主 阿们 今天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主啊 是的 而且是他生命中的王 当他走进竞赛场的时候 突然间天上传一个声音 说玻璃脚你要刚强 你要面对这些人要坚持下去 当时的巡伍给了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说 只有你愿意咒诅基督的名 和献祭给该撒皇帝 你就可以连死了 玻璃脚讲了一段话 我很感动 他说八十六年以来 我一直在侍奉他 他说他从来没有亏待我 我怎能够毁谤以及拯救他 爱我这个主呢 讲完了以后 我想当时的巡伍他也没有办法 看了这样的玩物 于是就说用火形来对待他 后来讲一点面目俱设 就回来说 你要用火形来威胁我吗 这些火只会一段段时间 就过去了 但是你们却想不到 最后审判和有形的火 是永远的 告诉他们 所以正等待则 那邪恶的人来 来吧 随你的意思去做吧 结果呢 就巡伍 就把盆绑在这个木架上盘起来 然后就开始呢 用火来烧它 点燃 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当这个伯女家 在那木头中间的时候盘起来 手可能是活动的 可是那个火呢 成了火木 周围在烧 就烧到它 结果那个执行死刑的人 他没有办法 就一刀就把它错死了 一错死了 突然间 由个子 飞出来 个子全成是血 把那个火就不灭了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 有大的事情 最后有人想到说 原来不信神的人 与神的仆人 或的血泥 是有这么大的差异 虽然 郭文贾 已经死了 两千多年 两千年左右 但是今天 他还向所有爱主的弟兄 只能说话 就让我们知道 永天 如果我们真的面对 政治的形式 或者什么样的形式 逼迫 让我们走上 死亡的道的时候 我们也学习 玻璃量 那样子的 去为主做见证 我觉得前两年 不知道大家 各位都知道 在北非 有一个 可能是 伊斯兰教徒 或者是一些暴力的骨子 抓了一批基督徒 相信多分是黑人 那个执行 死刑 就是这样 如果你当中 任何一个人 只要说 耶稣 是该咒诅的 我就放你了 结果你就会说 你愿意吗 那就不愿意 啪一下 打死掉了 你想想看 很多人站在那里 第一个被打死 其他人会很惊慌 没有 问题第二个被打死 每一个人都说 弄 今天后到报纸灯 去年是结年 在那里 在那里 很受感动 就讲到 这个就像斯美达教会一样的 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仍然不否认耶稣基督 我想今天我们信主 当然是我们的信仰 而这个主一生爱我们 好复我们 这个 鼓励我们 束缚我们 但是我们又想到 真的有一天 面对艰难 面对一个抉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不愿意丢其他 这是相信 这是我们应当 要去思想 好 我们来看斯美达教会的状况 斯美达教会 面对各种的患难 约翰领言他们将被下到街里 而且要受十的鼓 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受十的鼓 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是表明他们受试验也是完全 受的最完全的试验 当时基督徒 我刚刚讲过了 是违反罗马帝国的法律 是犯法的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都可能 面对 这个违反的关系 可是呢 有些自成敬畏神的人 聚集在一起 他们并非犹太人 但是他们是最新犹太教的 独一真神的教徒 不错 犹太教也是敬拜耶和华神 是独一真神 很可惜的 神一切的 这些丰富一切的真理 必须透过耶稣基督 才能传递下来 才能使我们得罪永生 才能够视为 真的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进入神的国度 很可惜的 犹太人不知道 虽然这批人 他们也是敬畏神 他们认为的敬畏神 其实是不完全 因为神把他一切的心意 一切的真理 是透过耶稣基督 丰丰富富的流露出来 他们不能接受 所以耶稣的缘故呢 在那个时候 犹太教的高级的人员 就跟当时地方官员 甚至总督的妻子说 你们要去逼迫基督徒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忠于 罗马帝国 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最终就是说 你们要去敬拜罗马皇帝 但是我们知道 每一个基督徒 一个爱主的基督徒 都有圣明在他们的内心 来帮助他们 面对各种的难处 面对各种的煎熬 他们的心 还是激怒了 他们充满了爱主的心 尊主给他们的心 所以他们的信心 是值得我们 到今天的基督徒来讲 值得我们去 顺记 或是学习的 所以第九节 真的讲 我知道 你的患难 你的贫囚 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他自从犹太人 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而是撒但一会的人 好 我们了解到 那些犹太教的人 或者犹太教徒 他们自称是敬畏上帝的 聚集在一起 但是他们不真正是犹太人 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规划 犹太教 因为是犹太人没有完全 所以他们最心于 犹太教的独一真诚的教义 和犹太人的纯净论理 比起异教徒的生活 比起异教徒的生活 超守 那好得多了 这些缘故呢 所以有许多地方的尊贵的富人 等等 他们愿意来信犹太教徒 因为当时的基督徒 所信的真理 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知道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 是吗 所以他们认为说 犹太教才是真实的 神的选民 因为他们是照着旧约 去生活 去为人的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 就能够使犹太教 在当时呢 很得了人的欣赏 和得了人的爱戴 所以同样的 也对整个基督徒来讲 是破坏的 所以无论在任何的时间 只要是罗马的种族 一高兴的话 就怎么样 就鼓动一些老百姓 产生暴力的行动 说要打倒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 随时都有苦难的道 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可以知道不容易 所以使徒约翰说 他们随时可以做基督 今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 当时的座阶 不像今天的人一样 今天犯的座阶 没有怎么样 那个时候只要提到座阶 其实就是死刑的前奏 就要面与死亡 如果基督的信仰 没有亲身经历 或者没有一族同在的这种经历的话 可能不少的基督徒 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要去祭拜皇帝了 但感谢神 因着圣灵在基督徒的心中做工 兼顾他们 因此呢 能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 他们能够持守 能够战力的稳 无论你杀了一位的人 怎样的毁谤他们 他们仍然为主做见证 这是极其不容易 所以基督徒 在那个时候 祖母要夸战他们 我们知道 像今天的教会来讲 跟以前 四北南的教会是不同的 以前 教会里面彼此相爱 彼此融洽 真是一体不分的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 很多的教会 不但是华人教会 白人教会是一样 所出现的问题 不是教会内部的 就给教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干扰和阻拦了 传福音的工作 因此也没有办法吸引人 来到教会 来彼人系统 我们都知道 感谢主 归教的 我听 擅长讲的 很好 彼此相 彼此接纳 他也跟我分享一些 教会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教会 能够同心 能够合一 教会才可能传福音 教会才能增长 教会才可以 竭力的朝上一个完全的地步 去奔走 否则的话 教会是没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发展 所以我们感谢神 教会能够 能够彼此之间 能够相互的坚固 相互的带导 相互的劝民 相互的认罪 这些都是我们在 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能够慢慢的琢磨出来 能够养成这样一个 讨神喜悦的一个团契 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不得不增长 教会不得不用神的祝福 我相信这是非常非常高兴 凌贵教会 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相信任何黑暗的势力 不会影响到教会 我先来讲第三方面 我第三方面 看我回去 第八节 你要写信给士比较教会 死的说 但首先末后的死过 又活的说 他是首先的 他是末后的 对基督律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和保障 所以讲到 对主基督在当时 所有两个 响亮的名号 第一个就是首先的末后 哪一个神感染他是首先的 是末后的呢 没有 只有我们耶稣基督 另外呢 他曾经死过 而现在活着 复活的主 洞察人给生的一切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活着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信他的人 他一生大大小的事情 主耶稣没有明白 都知道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任何隐藏 这是我们提到 在末日的时候 末后的时候 末后的时候 不是末日 末后的时候 主基督 因着 他是 死过 而且活了 所以他能够 洞察我们人类心 奋扶 一切的活动 其实我们讲到呢 主基督 从来没有归得任何一个属他的儿女 只要我们忠心 他就会给我们奖赏 他就会给我们奖赏 我们看主基督 对那些 致死忠心的基督徒来讲 有什么奖赏呢 第一个 生命的冠冽 刚刚我们也读过了 就是 你勿要致死忠心 我就识别你那生命的冠冽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一种无比的荣耀 因为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一生 非常敬虔的 非常 愿意来进入教会 我们侍奉神的 一生 没有考虑到自己 一生就是为主了 这样的人 他们确实是能得到生命的冠冽 然后呢 第二 无受第二次的死 我们知道 一般人讲基督徒 我们就晓得 基督徒是有一次的死 两次的生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第一次的死 就是人老了会死 一次的死 第一次是妈妈肚子生出来 第二次就是永生 但是呢 不信主的人呢 是两次的死 一次的死 一次的死 就是肉体 年老了 或者病死了 还有呢 就是最后呢 因为他们不信耶稣 他们的死呢 是灵魂的死 永远进入痛苦当中 所以我们讲到 不信主基督律的人呢 他们的灵魂是被丢到灵魂火火 这叫做第二次死 在这个基督律的二十章里 也提到是第二次的死 我们感谢神 今天我们在座的人 我们都没有这样 我们是只有一次的死 两次的生 这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免 那我想到 特别要来思想 没有受第二次的死 我们刚刚讲到 每一个人 死亡是难免的 第一次的死亡是难免的 第二次的死 是灵魂的死亡 就是主对那些邪恶的人 接受最后的审判的时候 因为他们不信主 他们在世作恶 最后呢 就把他们的灵魂 丢到灵魂火火火去 其实讲到灵魂的死 这个意思的 并不是灵魂真实了 我们知道上帝当初 用臣鼓造人 在亚当的灵魂里面 吹了一种气 那就是上帝的气 灵 所以这个灵呢 我们人的灵魂有无事 那为什么讲第二次呢 是说 当不信耶稣的人 他的灵魂 进入流亡火火 与这位爱我们的 与这位永远保护我们 永远关心我们的神 隔离了 永远的分离了 这个是一种死亡 所以它还是存在 灵魂还是活的 还有知觉 所以我们知道 当人掉到灵魂头去的时候 火是不尽的 虫是不断在咬的 受尽很大的灵魂 那这里呢 我们为什么强调呢 就是说 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 如果弟兄姊妹 有亲戚朋友 同学同事 没有信耶稣的人 要尽量去传福音 让他们知道 如果我们今天已经 等到主人来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让他们知道 灵魂将来所受的痛苦 所谓灵魂的死 是灵魂受痛苦 不是一般人想象到的 我相信 甚至比爱人的痛苦 还来得更痛苦 因为我们的煎熬 与我们慈爱的神 因为我们的主 永远不能在一起隔离 所以这是讲到 一个 永死的可怕性 好 我们现在 就来讲最后一点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一生 最后有个定论 这个定论 不是由人来说的定论 比如说某一个故事 我某一个章章说 哎呀 这个定论真的很好啊 在那一定上天啊 一定怎么样 不一定相信 为什么 我们基督徒一生 所有最后的结局 conclusion 是神来做决定的 是神来审定的 就好像斯维拉的教会 他们是被审定为 什么 治死中心 因此 他们绝对 是有 永恒 这种 福乐 他们的生命 不但得到 生命的冠冕 而且远离了 永死 这种肯定做到了 但是我们今天 所有的人 我们都能够 仰望上帝 我们希望我们在 教会的时候 不能做事 大大小小 就是找厕所的 忠心做 没有埋怨 做得好 神照样纪念 所以整个教会的服事 只要在教会的 我个人的办法 都是属赢的 没有说这样讲开的是属灵 在底下就不属灵 在厕所做卫生也不属灵 我觉得这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 只要信任耶稣了 你的生命是完全被神改变的 你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带着盼望 带着荣耳的盼望 也蒙上帝特别的祝福 我相信这些人就是一个中心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 基督徒 目前我们没有遇到任何的艰难 就算有些艰难 痛苦忍耐 像圣满达教会一样 要吃手下去 主要的试验 是要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慢慢的净化我们 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 一些残渣者 要借着试验 借着苦难 那个处境 叫我们将来这五天 能够配得神明的冠灭 可是我们唯定得到 也配进入神的活动 叫我们与主同得荣耀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我想我们就第一步祷告 主要说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看到 住在教会 四美囊教会 他们是这样的爱你 忠心的服事 无能遇见任何的难处 艰难困难 甚至面与死亡 我们仍然信仰建立不一 永永远远跟随你 永永远远 成为你忠心的夫人 所以我们谢谢你 接着四美囊教会 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也要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让我们反省到我们自己身当中 哪些地方做的不够 恳求主的灵 你亲自向我们说话 是我们在教会 是我们在永生之灵 真的能够讨厌喜悦 再后能够从上内 特别的奖赏 不论是生命外面 不经过电视时 都是我们进入 每个人都盼望 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位 不论年长的 年终年少的 都恳求主的灵 与他们说话 神知道 他们今天既然成为 上帝的儿女 愿一生一世 听主的话语 一生一世 忠心福祉他 以至于到面对面 见主的时候 被主称为师父忠心 良善的古人 谢谢父神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领求 阿们